3 2 1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萨老爷企业奖的成立 跟它的目的 三年前 我和一班 Committee 就是我们一班的合伙人 开始在思考 未来 这个企业 在萨老爷企业讲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到 各行各业都面对了很多的竞争 很多的这个挑战 所以未来的这个五年十年 我们身为萨老爷其中一分子 做生意的 怎么样去充施自己 怎么样的去装备自己 来应付这么多的挑战 我相信 如果我们不做出改变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这个 创意思维 注入我们的企业的话 任何企业都会被淘汰的一天 我们也发现 很多中小型企业 同样的也面对很多的这个挑战 特别是传统的一些 SME 就是中小型企业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思想 他们的一些想法跟不上 或者是他们不大了解 比如说互联网 这个手机的应用 智慧手机的这些普及 来不及更 陆陆续续的都会面临 倒闭 或者是 生意的走下坡的一个趋势 所以 为了 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跟挑战 我们就想到可能 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式的一种 团体 或者是platform 所以我们成立了 我们的 沙劳业 企业家协会 这个企业家协会呢 最大的目的就是创新 然后 更繁荣 更走出沙劳业 这是我们的目的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vision 然后我们也希望 当然出这个平台 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大家一起 把这个企业做得更好 当然我们同事里面也提倡 一些创新的概念 一些品牌的一些这种想法 怎么去设立一个品牌 mentoring section 或者是一些networking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 增加我们的人脉 和网络 然后当然我们也同事在短短的 这个三年里面 我们也举办了陆陆续续 与不少的一些讲座 包括spark trade 或者是ACE conference 这些conference 都是我们提倡这个 企业这样的交流 从东门到中国 这些我们都是 我们都有 都举办 在去年 所以 我们也会 不停的 再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 补导 企业就业补导 包括我们刚刚提倡 在我们的大力推动之下 在州政府的支持之下 和领袖们的 州政府的领袖们支持之下 我们也成立了 我们也成功了 推动了一些 我们叫企业家孵化中心 Sarawak Incubation Center 那个 Incubation Center 后来这个概念 被 我们的一些企业家 去 发展 就是 现在是叫做 IQ Innovation 大动力推动 所以 我们 SEA跟 IQ Innovation 有很多的合作 就是 目的在推动 创新 跟 企业家辅导 之类的 一些活动 我相信的未来 有了这个平台 沙拉月的企业家们 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去展示他自己的才华 不管是艺术 或者是 创意 或者是 软件设计 或者是 未来的 互联网 一类的产品 都可以接入进来 我很相信 我们这一个 团体 在未来 可以带动 沙拉月的经济 更上一层 因为我相信 未来的这种社会 是更加的开放 挑战更多 不是 一般上 我们想象的 我们还要面对 其他国家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 Asian Community Conference 就是 或者是我们 这个TPPA 就是Trans Oceans 这个Pacific的这个协议 也开始推动 其他的国家也会进来 我们这里 作为我们的这个 竞争者 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 这一系列的挑战 我们只有 把我们自己的 competitiveness 就是我们的 竞争能力 跟 productivity 就是我们的 生产这个 生产能力 提高 来应对 未来的这个 世界的挑战 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有更多的 企业家 或者是年轻的 朋友们 我们一起进来 共创更好的 杀老爷 谢谢 3 2 1 大家好 我是Simon 很高兴今天 又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帮你我的一些 看法和想法 一路以来 我都有一个梦想 怎么样 能够 有一个更完美的 不尽 我们也知道 不尽是杀老爷的首府 杀老爷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天然之源 包括这些 木材啊 我们的这些 室友啊 这些都是我们的 一些天然之源 那么天然之源 是一个很大的财富 不过也有用尽的一天 不过我相信 未来的十年 或者是二十年 资讯开放 或者是数据平台的开放 是一个 深深不息 在循环的一个 最大的上级 所以我在这里 我提倡 我也推动 估计 要有一个更开放 透明 和自由的 这个资讯平台 就是各行各业 可以深度的融合 每个行业 都可以提倡 更多的创新 来介入 每一行业 特别是传统的行业 就比如说 旅游业 未来可以跟 这个 饮食业 配合 提供分享资料 可以提供最新的一些 旅游的一些资讯 那么 苍饮业也可以跟 这个 hotel 就是这个旅馆 或者是budget hotel 经济旅馆 提供一些跨界的融合 我觉得这个是提供一种很创新的一种模式 大家互惠互利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资讯平台 分享平台 来连接这一切的可能性 当然 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 未来的世界 不是单单 这个市场的竞争 可能不是单单在古今 或者沙拉尔叶 或者是马来西亚 我们讲 未来的这种 东门的这种开放 中国的这种 竞争性 越来越强 我们身为企业家 我们怎么样 来迎合 这个未来的这种挑战 所以 古今的 每一位企业家 每一位做生意的人 特别是传统行业 今天你不做错改变 可能明天你就被淘汰 我们有太多太多这些例子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各行各业的这种创新 或者这种改变 是理所当然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 我们可以配合 特别是把这个资讯平台的资料 怎么去连接起来 提供一个更开放的一个生态系统 今天我在这里 主要我要与大家更提供一个 更大的这个保证是 今天如果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做出这个创新的这个思维 进入这个互联玩家的时代 未来的古今是一个更先进 更美好 更自由的一个城市 我相信未来 就比如说 今天呢 要到一个城市 用一个手机 你就可以查询 哪里的这个 连行驾驶 这个其实已经很普遍了 哪里有连行驾驶 哪里有好吃的 哪里有比较便宜的住宿 哪里有更好玩的地方 这一些的资料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成就 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个 我的这个 一个远景 一个一个vision 我希望 我由我们这一群人做一个改变的开始 谢谢